好的各位同学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词根AL 词根AL我们说它一般情况下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向Y外面 此时它等于the other 另外一个另外的Y 那么第二个它表示长大 长大成长 那么长大伴随着就会有长高 所以它还引申出高的意思 所以这个AL这个词根我们说表示Y 表示成长长大还可以表示高 大概是这几个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它引申出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单词 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过一遍 好首先我们从这个单词开始说起叫做Alien 什么叫Alien Alien我们说表示外来的 你看AL词是表示Y 一恩是个后坠 所以雄词表示外来的 异乡的 名词表示外星人 外星人都可以叫Alien 好那么Alienate 使变成外人 AT动词后坠翻成使 使你变成外人了 叫做离间或者是异化 都可以叫做使离间 异化使疏远都可以叫做Alienate Alienated加了一滴 此时变成熊词表示被疏远的 被离间的 被异化的都可以 Alienating 那就是离间的 什么什么 something is alienating 什么东西是会让人离间的 产生离间效果的 或者是异化的 好 Alienation它的名词形式表示离间 异化都可以 好这是第一个单词 由Alien引申出的一些相关的单词 好第二个单词叫做Allegory Allegory本身表示预言 为什么叫做预言呢 Al表示外 另外的 Lag词根表示说 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故事是一个 但是讲的本质本意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东西叫做预言 预言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故事 讲另外一个道理 对不对 讲的是说的是另外的一个东西 ORY其实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翻成叫做预言 它叫做Allegory 它长得很像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Allegy Allegy叫过敏 为什么呢 Al表示外 外面这个表示外 Erg等于act表示活动 产生活动 所以它只是皮肤的外层在活动 产生了某种活动叫过敏 过敏的本质就是皮肤的最坏层在活动 有一些什么活动 比如红肿啊 对不对 起什么什么斑点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叫做Allegy Allegy 注意了 它的名词叫Allegy 它的熊词叫做Allegy Allegy 表示过敏的 Be allergic to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过敏 好 这是它的熊词形式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Altruism Altruism 叫利他主义 Al 表示外 外面的人 处处处 我们理解为住处处 帮助 专门帮助外面的 这种人的主义 叫做利他主义 当然我们说这个Ism这个词 一般 它除了表示主义 有的时候它也直接用作名词后缀 所以它也可以翻成叫助他 利他 所以利他或者是利他主义 都可以叫做Altruism Altruism 利他 利他主义 来 它的形容词叫做Altruistic 对不对 Altruistic Altruistic 表示利他主义的 IC词是个形容词后缀 好 所以Altruistic 表示利他的 或者是利他主义的 都可以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Ultimate Ultimate 代表最终的最后的最远的极限的 都可以叫Ultimate Alt就等于Alt 表示外面 Amo代表最 所以最外面的那一层 比如这是中心的话 最外面的那一层 叫最远的 最远的极限的最终的 都可以叫Ultimate 凶词 Ultimate 它的副词形式叫最中的最后的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Ultimate Ultimate 表示最后的一个东西 官方发出的最后的一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最后通牒 叫做Ultimate 最后通牒 叫做Ultimate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Parallel 什么叫Parallel 表示平行的 类似的 或者名词平行线 类似情况都可以 Para表示旁边 Al表示另外 旁边的另外一个 对 和他在一起的旁边的另外一个 叫平行的 类似的 名词平行线 类似情况 都可以叫做 Parallel 所以他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形容词 Unparalleled 没法与之相媲美的 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没法与之相匹配的 对不对 叫做无与伦比的 无与伦比的 无可比拟的 都可以叫做Unparalleled 赶不上的 赶不上的都行 好 来下面的词叫Otter Otter表示改变 你看Al表示Y 另外的一个 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去了 就说改变 叫Otter 来Otter的 改变了的 因为ED词是个形容词后缀 改变了的叫Otter Otteration改变的名词 Ation词是一个符合的名词后缀 所以改变转变的名词叫做Otteration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Otter Otter Otter表示轮流轮转 Al表示Y Turn表示转变 转变成另外一个 At词是个动词后缀 所以转变成了另外一个 变成另外一个叫做轮转 轮流叫Otter 比如现在是你上班 马上转变成另外一个 这种感觉叫做轮转 轮流 轮班 都可以叫Otter 轮转轮流 Otter Otter 表示轮转地轮流地 这个单词应该是多叫Otter 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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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轮转地轮流地 Otter Otter 二者选一的 非词即比的 这是用作形容词的时候 叫做Otter 名词直接就翻成叫选择 叫Otter 这是个科手名词 Otter Otter 反过来 相反 注意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词 反过来 相反 就是A B两个里面不是A 反过来 乘B 对 叫做Otter 反过来 相反 注意 在考试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经常出现 它表示转折关系 表示转折关系 所以一般可能这个句子都会比较重要 接下来 Otter 那表示相反 反过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Otternating Otternating 轮转的 轮流的 雄词 Ing 此时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所以整个叫做轮转的 轮流的 雄词叫做Otternating Otternating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Ottercation Ottercation 表示争吵 争论 它指的是轮着来 Otter表示改变 或者轮前面就Otter表示 等于Otternate 轮着来 CAT表示说 所以它轮着来说 而且说的还比较暴躁 比较大声 叫做争吵 争论 叫做Ottercation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左边和它息息相关的一些词 刚才说的右边大部分都表示Al 都表示什么呢 都表示的是Y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除了Al之外 大家注意了 还有Ol Ol这个词根 包括这个Al这个词根 来 我把它写在这儿 包括另外一个Ol 这两个词根除了表示Y 本身它还可以表示长大 长大成长这个基本的意思 来 我们来看看 他们引申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词 来 从第一个开始说起 这个单词叫abolish abolish Ol表示长大 Ab表示相反关系 Ish 动词后缀翻成词 所以词不让它长大 叫做废除废掉 对不对 就不让什么什么东西长大 叫废除废掉 叫做abolish abolition它的名词形式 废除废掉的名词叫做abolition abolitionist 叫做废除主义者 废掉的人 把什么废除主义者 废掉的人都可以叫做abolitionist abolitionist 好 来 下面的单词叫做abort abort表示流产 流产 为什么呢 A B依然表示相反关系 中间的这个BOR 这个bor 它也名字born 表示生 不让它生下来 叫做流产 叫做abort 好 名词形式叫abortion 流产的名词 Ion词是 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好 下面这个词叫做adult 或者adult都可以表示成年人 这个没啥好说的 就是去长大了 对不对 成年人叫做adult adultery 成年人之间的那点事 对不对 就通奸 叫做adultery adulthood adulthood表示成年期 成年时期 什么什么hood 表示某段时期 或者是某个状态 比如childhood childhood 表示童年时期 孩童时期 对吧 好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olderman 什么叫olderman 这个older就等于older 表示老 更老的 级别更高的 man表示人 所以他只是在一个城市里面 级别最高的那些人 一个总督啊 或者市政的 对高级的市政官 都可以叫做older olderman olderman 好 总督高级市政官 叫olderman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adolescent 为什么叫adolescent 为什么叫青少年的 未成熟的 ad表示去 将要去怎么样 ol表示长大 所以要去长大的 后面全部都是后缀了 所以将要去长大的 言下之意 现在还是没有长大的 就还是青少年的 未成年的 叫做adolescent 青少年的 未成年的 或者名词叫做 青少年 都可以叫adolescent ent 即可以做形容词后缀翻成的 此时也可以做名词后缀表示人 所以叫青少年的 或者是青少年 都可以叫做adolescent 那么adolescence 是他的名词形式 青少年 青少年时期 叫做adolescence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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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ure它既可以做动词表成熟 也可以做熊词表是成熟的 为什么呢 前面的ma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man 男人了 你已经是个男人了 不再是个男孩了 所以叫做成熟 叫mature 所以记住mature动词表示成熟 熊词叫做成熟的 叫mature 好下面叫做coalence 什么叫coalence 表示长到一起去了 al表示长 co叫共同和一起 后面的esce就是一个后绝 所以两个东西长到了一起去了 叫做联合结合合并 叫做coalence coalence 好 走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prolific 什么叫prolific pro表示向前 ol表示生长 长出来 fic表示做 向前长出来很多的 做出来很多的 叫做多产的 向前 长出来很多 做出来很多的 叫做多产的 产品丰富的 它和这个单词叫做product pro就是这个单词叫做productive 就productive productive也表示多产的高产的 好 这两个单词基本上就是一回事 所以prolific也表示多产的 productive也表示多产的高产的 来 下一个叫做elder elder它可以表示年老的人 年老的人上了年纪的人 叫做elder 当然也可以用作雄词 表示年老的 年老的都可以叫做elder 好 elderly 那么表示年老的 注意了 这个单词一般是用作形容词 叫做elder 上了年纪的 elderly 上了年纪的 因为此时的elder 它表示老年级 老年人或年纪大的人 所以elderly表示年老的 上了年纪的雄词 雄词 eldest表示最老的 最老的 年纪最大的都可以叫做elderly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enhouse 什么叫enhouse 我们说en时动词 h词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anc就等于alt表示长高 高的意思 所以使之变高 叫提高提升 使它变高 叫提高提升 叫做enhouse enhouse 来enhouse 加了ed叫提高的提升的形容词enhouse ment munt 词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提高提升的名词 就叫做enhouse 来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altitude alt表示高 itode 我们说表示某种状态或者是某种度 某种状态或者程度 此时翻成度 所以叫高度 alt表示高 后面翻成度 整个词叫高度 也可以翻成海拔 因为海拔高度都是一回事情 exalt表示提升提高 ex表示向外 alt表示高 使你高出来 对不对 使你高出别人一节 叫做是赞美表扬 使提高提拔 都可以叫exalt 使你高出别人一节 就是表扬赞扬提拔提升 都可以叫exalt exalted是它的雄词表示 提高的提升的提拔的表扬的 都可以叫做exalted 好 来吧各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在思维导图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些单词记下来 al我们说第一个意思 它表示外 第二个意思 al和ol 它们都可以表示长大 变高 也有高的这个含义 好吧 那么这些相关的单词 大家去重点复习一下 加上印象 我们今天的课程 思维导图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课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